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又是一个快乐的周末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可能有许多的朋友们没见过我 我是大宇国际投赋公司的副总 我姓唐 我叫唐应贵 大家不要担心 张语明老师今天是正常上班的 但是因为呢 今天准备的资料非常多 所以我先来这边跟各位打个招呼 老师大约在几分钟之后 他就会进来了 今天呢 我们还是要谈一下台股 今天台股在几个礼拜以来 一直找不到领头羊 找不到主流股的状态之下呢 老师还是一直很努力的 跟各位观众朋友呢 做了非常切合实际的分析 那今天收盘是105点 那关于股票的部分 证券分析的部分 我不做任何介绍 那因为我不是分析师 所以按照国家的法规 我不可以做证券的分析 那在这里呢 我只就投资人的一些想法 还有投资人 这段时间给我们反映的一些事情 跟各位聊一聊 等老师准备好之后 老师就开始来 做今天的周末的节目 那这一段时间 台股大家都看到了 一直找不到主流的肋骨 那老师在每一天的盘中到盘后 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做分析 那有许多的观众朋友们 也跟老师在私底下 私底下透过官网啦 透过我们的那个LINE AT啦 跟我们公司来反映 跟张老师在谈 就是说 可不可以如何如何 但也跟各位在节目上看到老师亲口说的一样 没有主流股就是没有主流股 我不可以骗大家 其实这是事实啦 那也是我们公司 还有张一铭张老师 多年来秉持的一个原则 我们要对我们的投资大众要负责任 有的东西我们会真的想有 没有的东西我们不能乱吹牛 因为任何的行业也好 它都会有行规 那行规里面也许有一些是潜规则 那某些潜规则当我们在道德 我们在我们的良知上 我们觉得过不去 那我们也不会遵守这样的规则 是这样子的 那所以各位 长期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 大家应该都知道 大家应该都知道 在这个市场上 有这么多的分析师 来来去去 来来又去去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依然能够在市场上 屹立不摇 稳稳地站在那边的老师 他毕竟是少数 那像这样子的老师 他每一个人都有他存在的原因 和存在的价值 那张雨铭张老师存在的 最大的原因 一个就是他真 我们长期爱护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我们的会员们 都会相信我所说的一点都不假 那今天呢 因为我们准备的资料很多 所以老师刚刚 他中午到现在中午都没有吃饭 刚刚改过一版 又改了第二版 现在正在修第三版 在做第三版的最后确认 请各位稍安勿躁 那也请呢 您想要 请老师在今天节目里面 为您分析个股的好朋友们 麻烦您 填一下 您要问的股票的代码 代号 还有您的 联络方式 还有您的姓名 在LINE AT 在LINE AT里面 帮我们留 那 为什么选择LINE AT 也就像老师每天 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的 您在这里 在我们的YouTube上 因为YouTube是开放的 它是开放的 它不像我们LINE AT 它是一个封闭的社团 那怕您 社会也乱嘛 有人 针对您这个 去跟您留言 骚扰 这个也麻烦 我们也不希望说 爱护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的 投资朋友们 您因为 透过跟我们这边 节目的互动 去受到一些 什么样的困扰 所以您有任何的需求 针对今天 或是过去这一周 过去这两周以来 台湾股市里头 您想要了解的个股 麻烦您留下资料 LINE AT 或者是您可以 打我们的专线 25006999 那用LINE AT 它会最方便 最及时 因为在里头 待会我们在节目的 尾声 老师会针对您 所留的个股 您的需求 来针对这一档股票 来为您做一个 详尽的分析 那 这一段时间 我想投资朋友们 大家在台股这边的操作 都蛮辛苦的 因为看不到 怎么样才是阻力 那就像老师跟各位讲的 它就真的是没有阻力股 真的没有阻力股 持续了一长段时间了 今天这个明天那个 那怎么样呢 才能让您找到正确的方向 当然在我们节目里面 长期收视的人 相信您都已经有方向了 在我们这个频道里头 就是您方向的来源 那也很感谢 尤其是长期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那一直在爱护我们这个节目 当然我相信了 如果张老师的解盘 他一直都是不靠谱的 您也不会长期的关注这个频道 您也不会这么爱护我们 那 首先我在这里 请目前正在收视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 麻烦您动一动您 珍贵的小手 帮我们点个赞 好不好 也表示对我们的肯定 也表示肯定我们幕后的工作团队 其实我们的工作团队里面有不少的人 在电视机 在荧幕前面出现的是张老师一个人 其实后面我们有很大的 很庞大的团队 包括我们的客服人员 包括我们的美编 包括我们的行政工作人员 因为所有的节目 在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说的 今天资料整理的非常多 那老师刚刚已经改了第二版了 那目前在做第三版的最后的确认 那每天要做这样子 大概40到45分钟 有的时候会讲到超过50分钟 各位应该都知道 那这么用心的一个分析师 他准备的资料非常庞大 那市场上大家也看过 有的分析师可能就两页 可能就三页 可能就四页 或者就是 就是从头到尾 就是今天的那个 曲线图 今天的盘视图 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您可以看到 张老师有非常非常多 在台股证券操作上的 非常多的宝贵的人生经验 而且是专业的一些经验 来跟大家来做分析 那分析的这个部分呢 也许有一些 观众朋友们 您会听到重复的内容 为什么 因为 因为股市的变化 就如同历史的演进一样 好比历史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历史 它在过去的历史舞台上 它都发生过 只是时间过了300年 500年 900年 1800年之后 它换了一个场景 换了几个演员 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出 一样的过程 一样的结果 那股市的运动 也是一样 那股市跟历史不同的是什么 它换了场景 换了方式 换了演员 它没有办法 用一模一样的场景 来呈现给各位 因为人心一直在变 还有国际的 国际的情势 大环境 它都在变 但类似的经验 类似的经验 如果我们能记取 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教训 累积下来的经验 将会丰富您 未来在 投资股市的这条路上 您能够有更多的选择 跟判断 可以让您 选择的方向 以及判断的方向 不会走偏 那更加捷径的一条路 在哪里 就是 您现在所收视的频道 我们大宇国际投资公司 张老师 在十几二十年来 为大家主持的这个频道 那 呃 刚刚 哦好我知道了 呃 他们现在跟我说 老师已经准备好了 那再一分钟就会进来了 那 也很谢谢各位 哦 我是 大宇投顾的 副总 唐应贵 呃 希望 下次我们再见 但我也不希望经常见 这表示资料准备太多 老师今天又超坏了 好 那我就讲到这里 呃 老师已经进来了 我现在把 南风交给他 谢谢各位 我们副总真的是讲得非常好 我好好的培养他一下 他真的是一个人才啊 每次啊这个 这个讲话分析事情 他都会跟我讲很多事情 很多这个建议 那我都会非常惨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幽默 而且非常有智慧的人 而且啊 有一个坏处 非常有女人缘啊 这实在是让我羡慕啊 口才非常好 我跟他说 你考一下分析师 我来给你指导 培养你 他说不要啦 我跟你拼回 我跟你一样年纪大了 我说退休的人了 他是这个上校退休的 是海巡署上校退休的 那讲很多以前的故事给我听 人生的经验都非常的宝贵 那后来在高铁退休 他其实很年轻就退休了啦 因为他爸爸妈妈生病嘛 所以他是非常孝顺 他就回去啊辞职 一个月四几万的高铁 非常高层的工作 都直接跟董事长负责的 竟然把他辞掉了 大家都觉得很可惜 他说没办法 我要照顾爸爸妈妈 所以他把工作都辞掉了 然后买一台车 乡行车 专门载他爸爸妈妈去医院 去看病 所以这是我官校 我们有583个同学毕业 跟我最好的一个 就是我们副总谭彦贵 非常好的一个人 非常有智慧 非常幽默 让我最讨厌的 最羡慕就是非常有你人缘 每次都把我风采抢光了 还有他非常会唱歌 唱歌真的是好听 很好的一个人 所以我今天图卡太多来不及 去帮我顶一下顶一下 我上去就等你来救我 我不晓得你什么时候进来 我不晓得要讲多久 我上节目之后 就该是等你来救我了 但是我不能解盘 我没有回去执照 我说好 我知道 你不要讲股票 就拉哈拉一下 不要让观众觉得 好像我们这个空了 没有没有空了 一直在准备资料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盘是涨了105点 这个台积电是开高走低 这个最高涨了500 涨很多了 最后收盘是只有涨4块钱 我们看一下 好 台积电今天是 看一下 点两下放大 最高577 收盘570 这个算是开高走低 流上一些 好 那这个盘是怎么分析 我们今天的讲题是 蓝不是蓝 黑不是黑 有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叫 《蓝与黑》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本读的小说 王楠写的 我说高中一年级 我一不小心打开第一页 然后就欲罢不能 那一天看到天亮 然后就太累就没去上课 所以我就没去学校 教官竟然跑到我宿舍来了找我 一推开门 蔡英明你怎么了 就不好教官我有点不舒服 所以我就爬不起来 给他说明一下 帕宝装头看一本小说《蓝与黑》 你在看小说 不好意思 看人生第一本小说就是《蓝与黑》 非常的好看 这本小说后来拍成了电影 那我们今天讲的题是蓝不是蓝 黑不是黑 我们看一下今天盘面上一开门是大涨了 那大涨当然主要是由台积电来带动 但是我们看到收盘的时候 1.31分 哇 存交值盘榜低名 技嘉怎么反而跌了 世新也跌了 这不都是伪创也跌了 这不都AI概念股吗 所以不是每一档AI都很强 这个盘面上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好 那我们最近的直播点赞人数高达2600人 甚至突破了 我们都非常的开心 也感谢观众对我们的支持肯定跟鼓励 请进直播间帮我们继续按赞 这是我们对大的肯定 我们非常感谢 记得帮我们按赞 有问题要问的 请你在light 直播正下方有连结 light 连结 连结完你就可以点进来 点进来就会发到我们light light 你发的东西只有我看得到 别人是看不到的 留下股民代号电话 那我等一下都会回答你 或是透过light的ID码来搜寻 小小鼠A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公司的代表号 25006999 这是我light的ID码 light的ID码 你找到我发一个讯息上来 股民代号电话留下来 我待会你问的股票就会回答你 那我们看这一波跌了1400多 又反弹了回到前波的高点 说真的理论上你的股票都不应该套牢 那今天这个礼拜周线是目前是跌了54点 你不要看今天涨很多 这礼拜周线下跌的 以前跌了 好 那我们说目前这样的格局到底要怎么研判 我们请看 我们先从新闻解读进入来做今天 这个的一个盘式的一个讲解 我们讲华为被黄连勋点名 视为可敬的对手 黄连勋NVIDIA的这个执行长 非常尊重华为 任正非这些团队 为什么黄连勋会说华为是可敬的对手 原因很简单 因为华为的研发能力非常的强 不然你去把我的手机拿过来 充电手机插在那个墙壁上 充电手机 卫星手机 盒子也拿过来 好 华为 动作快点 全球的员工人数有19万5千人 那其中有一半以上 就是10.7万人是研究员 它的开发人员 研发人员有10点 一半以上54.8% 全世界说这你要找到这么多一个公司 这么多研发人员 几乎没有 一半的员工54%是研发人员 那其中硕士博士的学历 硕博士以上的加起来超过50% 好厉害喔 它光汽车的研究经费 去年就30亿美金 30亿就是1800多亿台币 你看 所以为什么说人家可以研发出 这么高科技的东西 导航这么先进 原因有道理 有这个原因在 甚至做出了全国全世界第一台卫星手机 iPhone有没有卫星手机 没有 它有可以传简讯而已 它没办法打电话 全世界第一支打电话的卫星手机 像我们这种 当然以前有 其实卫星手机早就有了 只是在挡一挡 背得很重 那你要把像我们现在这种手持式的卫星手机 没有 第一支全体第一支 在我手上 这支是华为研发的Mate Pro 60 我应该是全台湾第一个分析师拿到的 我也是拜托 大陆关系还算可以 拜托一些大陆的一些长官去帮我买 这支Mate 60 Pro 这是卫星手机 它是可以打电话的 直接可以卫星通话的 苹果的它只能发简讯 不能卫星通话 这支是可以卫星通话的 所以我们说这是华为研发出来的 非常非常高科技的一个产品 非常厉害的一个产品 好 这一次 那这个镜头是 这个谁的 莱卡的 莱卡的镜头 非常棒的镜头 好 先收起来一下 我今天要再玩一玩 好 所以为什么任正辉说华为是可敬的对手 原因就来这里 因为它研发能力太强了 那目前在汽车自动驾驶这一块 尤其大数据 汽车的一个智慧学习这一块 全世界最强的就是华为 所以现在全世界三大车厂都要跟它合作 BBA 冰市 离开头 BMW 离开头 A Audit 德国三大车厂都要跟华为合作 因为你现在车子已经进化了 到电动车了 智慧车了 所谓的节能车了 如果你没有自动驾驶 你没有智慧学习功能 那是会被淘汰的 全世界最强的车厂都要跟华为合作 原因就是它的研发能力太强了 好 超为今天新闻要跟这个回答对决 哦 两个要对决 这两个都台湾人了 这两个要对决 要抢什么 AI的霸主 超为又变成了挥打的对手了 那之前还有谁 超为说AI将暴富性成长 所以AI今天早晨有点长 原因就是又看到一个新闻力多了 但是说真的 有时候新闻力多就像一颗石头 一颗小石头 如果你去海边就知道 你拿一颗小石头 哪怕丢向海边 噗通 就没有了 就一声噗通就没有了 空头隔举的时候很多力都来 就跟丢一颗石头到海边一样 噗通 没有啊 没有 就这样而已 噗通就没有了 所以要追反弹要小心 所以今天当然造成AI的反弹 那到底有没有效 你看今天收盘就知道了 还有对手谁 除了超为 微软 都是微的 超为微软都是NVIDIA的对手 这个黄廉迅的对手 微软的AI晶片也取名取号了 叫蚂蚁 蚂蚁军片也出来了 跟他竞争了 大陆的龙芯科技也出来了 天啊 怎么这么多 微软超为龙芯 这么多对手出来了 你以为只有NVIDIA独座 没有啊 不是这样啊 所以很多对手都出来了 一家店你开在这个路上 一家录影大店 以前讲过一个小故事 一家录影店你开 哇 吃香喝啦 每个都来给你租啊 大家看你生意好对面又开一家 完蛋了 生意抢一半 本来赚大钱现在变成损利两平 那看你生意好隔壁再开一家 三家完蛋了 赔钱 去去的乖 这发生在我朋友真实的故事 所以你看现在有四家国际大厂 超为 微软 龙芯 哪龙芯 都要跟NVIDIA竞争 所以现在有四家AI晶片厂了 我相信这个数据候选还是在增加 所以对NVIDIA来讲 它已经不是独占了 千万不要这样想 那当然它也受到美国禁令 不是光中国而已 禁令全世界46国 尤其中东地区 所以这个对NVIDIA来讲 可以说是一个艰苦的挑战 当然它要突破困境 它要怎么突破 它要继续研发 消亡中国的AI晶片 当然这个规格一定会降低 可是你降低完的目的是 要通过美国的国安 可是你通过美国国安 功能一定不如一解 不然怎么会通过呢 你通过美国国安商务部的审查 你要下到中国你再不要了 功能那么低我干嘛跟你买 不是嘛 所以说问题一大堆啦 所以王年勋说 华为是业爱晶片的强大对手 昨天讲 今天又讲一次 今天说可敬的对手 昨天是强大对手 你看 所以你想想看 为什么 因为华为的研发人员太多 太强了 事实上他们今天真的有这种能力 从自动车 电动车的开发你就知道了 他现在进度却是最强的 没有人可以跟上他 好 那我们看今天的 这个AI肝领骨的表现 有没有特别好 好像没有耶 最多涨谁 光宝吗 涨2.7% 那其他的有还跌呢 涨1% 涨2% 最多涨2.7%就光宝 那我们来看光宝到底对不对好不好 来2301 看一下电脑 对不对 好可怜 光宝也是躺在地上 也不知道在干嘛 所以看完就知道了 这盘并没有你想的这么好 说真的是这样 好 那我们做了另外一个新闻 这个微创5个高管卖股票 其他卖股票也不多 那你看这个标题好像卖了很多股票 没有啊 哪有卖很多 20张 对不对 8张 5张 其实不多 25张卖不多 这个微创如果跌会因为这不到50张的股票会下跌吗 好像把这个责任要推给高管 不是啦 没有关系啦 董事长本来就可以卖嘛 申报觉得没有违规 那你看看微创的股价呢 跟他卖不卖没有关系 我觉得 早就跌人跌乱七八糟了 又不是他卖在最高点 跌了一大坡人家卖也很正常啊 所以把一些钱拿出来搞不好有其他用途 而且卖也不多嘛 卖个20张能够多少钱 一张现在不到10万了 20张也才多少钱 2、300万而已嘛 那他有多少钱 200多万而已 所以你看这样跌下来 你管他有没有卖 如果你看股神系统 高档出现卖讯 赶快卖掉就好 你管他这一段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卖掉啦 你豆头我就买你 空头我就卖掉 甚至反手放空 我就是反手放空尾充 我管他卖不卖 对不对 所以卖出讯要出现 你就是要反手卖空 或是卖掉股票 好 另外一档代表性的股票广达 对不对 当然不对啊 这么多卖出讯号 你怎么会一直买这种股票呢 这一段你一定没买 你会买这里 表示你看不懂什么叫多头 什么叫空头 你这里会买 你这一段就不会买 很奇怪 所以很多散户都是 戏演完了才要买票进展看电影 戏都演完 你要看什么电影 没得看啊 多头都做完了 空头插进来 不对啦 这样股票操作是不对的 所以你看今天AI盖文股的表现 真的不怎么样 还是非常的不好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之前你看很多报纸都跟你讲AI有多好 有多好 有多好 可是报纸不需要对你负责 8月 9月 10月你看全市场的婚姻师 全市场财经节目都在跟你讲AI有多好 所有的媒体 所有解盘的人都不需要对你负责 甚至这些股票搞不好主力作手都出脱了 卖掉了 讲故事的人 他们现在已经把他当垃圾了 可是投资人把他当成宝 你为什么不卖 你觉得他是宝 可是你套在里面 你很痛苦了 那你被套牢不是光钱而已 你的心情也被套牢了 你的未来也被套牢了 你的人生的梦想也被套牢了 你家庭的幸福快乐也被套牢了 股票套牢了 家里一定老公脸臭臭的 家庭怎么会很幸福 不可能 小朋友看到爸爸的脸臭臭的 他有压力了 爸爸股票做出了 脸都好臭 我有压力了 对不对 大军已经撤退3000里了 对啊 你看这股票不是大军撤退3000里吗 对啊 这真的是大军撤退3000里了 没错嘛 那不是大军撤退3000里了 那你却把他当做宝了 对不对 从这边啊 那大军撤退3000里 3 2 3 1 为错 那你告诉我你要做什么 你要把所有活着的人带出来啊 你不能把你的以前那战友把他留在战场 任留他们在那边战场 对不对 那边饿死啊 你要把你的战友把他带出来 还活着的人要把他带出来啊 甚至说还一听点 尸体都要带出来 要把他就地掩埋 你不能让你的战友扑死啊 扑死荒野啊 所以你要把你仅剩的资金带回来 不管剩多少没关系 带回来 重新整合 整合完又是一笔力量 又是一股力量 你才有办法再打下一次仗 不是把他丢了不管了 这不对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说大军撤退3000里形容股市下跌 你的股票下跌了 你要把所有活着的人带出来 这样才是对的 要想的是什么 你还有多少战力 我之前有100万 现在输掉 现在剩下70万 没关系 70万也是可以重新再来 你不要一直想着100万 一想没有用 你要想着我只能把70万 有机会找到好的标的 再把他变100万 变200万 这才是对的 一直在想到100万 对啊 100万输掉 输掉30万很痛苦 那你永远都活不了 你每天都很痛苦 你怎么活啊 不是吗 这不对了 大军撤退3000里 你要把活着的人带出来 该出场还是出场 这样懂意思吗 不对的股票就是要出场 如果股票回本无望 那少数就是最佳的结果 你觉得我讲有没有道理 就是这样 懂意思吗 所以很多AI套在里面的人 应该都很痛苦 人家记得我讲的话 台积电在美国劳资纠纷有解了 可能是有条件 有条件 雇用专业外籍劳工 为什么 因为他有建厂 可是美国的工人不一定会有那种技术水准 台积电当然会派人去 汉唐会派人去 工程师派去 他有建厂能力的 美国工会盯着 不准动喔 不准动 你连讲话都不行 不准动喔 你不可以指导 你没有工作证 要洗话 现场就一直延后啦 劳资争议啊 对啊 美国劳工要争议他们权益啊 那美国政府敢不敢介入 不敢啦 选举快到要怎么介入 你介入好 挺台积电 台积电是你找啊 你不挺他 没办法 要选去了 先挺劳工嘛 劳工才有票嘛 台积电去又没有票 你跟台积电都把劳工得罪 你怎么选去 这是很麻烦 造成他建厂就延宕 台积电亚利桑拉厂是延宕的 没错嘛 所以就这问题很大 那现在好像有点解决 他说有条件的 可以雇用专业的外籍劳工 这是劳工会的退让 没办法退让 可能有点好处给他嘛 你不要吵 你不要吵 来 这块馒头来一次 不要吵 不要吵 给他一点让利嘛 应该啦 我这样想 要不然他怎么突然会退让 不可能 所以这是很大的麻烦 所以在没有解之前 你要建厂就延宕了 台积电的美国亚利桑拉厂一直延宕 因为劳工的抗议 工会的抗议 没办法抵抗 劳工的争议解决 台积电 美国厂加速性建 很好啦 说得很好 厂就算建好了 一样的问题又来了 美国老公没在给你加班 你应该是谁都做光了 我们台湾台积电公司在那边待命 你设备没修好 你敢走 你怎么走 很乖 我们台积电老公很乖 也有一个同事 好朋友 顾正兴将军 他儿子就在台积电上班 他讲给我听 他去那边等他 生日要跟他住 生日快乐 等等等等 晚上11点还没来 2点还没回来 他还不敢睡 等 好不容易 天快亮 15点回来 你怎么搞那么晚 爸爸没办法 机器还没修好 我怎么走 那是我们台湾的劳工 美国谁理你啊 那些劳工下班就走光了 插小你 建厂成本也不一样 劳工的加班会也不一样 劳工的工作态度也不一样 所以张忠谋 台积电董事长他说不看好美国设厂 自己讲 不是我讲的 资料都有 不然我找给你看 对不对 所以就知道说你不要以为 美国好像台积电建厂建好就会OK的 OK 以后还是问题一大堆 美国人跟台湾人怎么一样 我们那么勤劳的 他怎么跟我们比 以后他们都跟你争人权 我们怎么跟他比 所以你不要以为台积电美国厂建好就OK了 没那么简单了 好不好 好 我看台积电现行回到火神系统 目前两拖一空 第二线一度跌破 目前站上了 第三线还在空方 动能不足 很明显 第三是动能线 上档有没有压力 有啊 你看上档一二三四四个压力 这边又有五个压力 这五个压力要怎么突破 它要动能来突破 目前又没有动能 所以你说台积电有没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 所以你会觉得大盘可以走很漂亮的往前攻 我就觉得如果台积电脱了也没那么容易 所以这问题所在 所以你从台积电可以看到大盘 目前要大涨不大可能 这礼拜周线还是下跌 所以我们说这礼拜 这个大盘的周线跌了54点 你看今天涨没错 周线跌了54点 没错嘛 周线跌了54点36点 没错嘛 没有涨嘛 好不好 好 台积电周线来看 这里是去年最高点 2021年的最高点 1月份 这里688 有没有看到 历史最高点688 刚股接在最高点的时候 它曲线怎么跌破 很多人追到600多块 680 670 一哭无泪 当我看到688 你看在这里 什么格局 负政政 空头盘谈 我会追这种股票不会 我跟你讲有危险 你不相信 你这种不相信 留言都很难听 那个家伙在讲我 那个家伙说台积电不好 当时去买的不是套吗 到现在还没解套 对不对 到现在有解套吗 不要说688 600块都还没占上 今天台积电有680吗 570而已 680 所以你看套多深了 已经套多久了 套1年9个月了 套几个月了 21个月了 630天了 没有解套 对啊 目前是577 这样哪有解套 570 不过577 有没有 600都没有占上了 600已经1年9个月占不上了 更不要讲600以上了 所以你看这段时间 你很少看到我跟你讲台积电好 为什么 这样跌下来46% 你看这段 那这段开始负仙翻多空多反弹 也是反弹走得很坎坷 那目前也是没有很漂亮 为什么 三个压力嘛 那线型还是不对啊 第三线太短了 所以你看日线也不对 周线也不对 我怎么跟你说台积电有多好 不会啊 我当然不会这样解谈 这样同意是吗 好 台积电600块现在是老年礼物 谁讲的 去年三例讲了 你看到现在一年9个月 630天看不到600 今天570 对不对 不用争了 股价会告诉你 好不好 那刚好讲这个台积600块 下老年礼物 也讲这些东西 2021年讲霍哥三雄 有多好多好多好 7月份最高点下来跌8成 有来跌88% 去年讲什么 ABF有多好多好多好 要死在ABF 新人变了 今年呢 去年又讲台积电有多好多好 600块下老天爺礼物 对不对 又死了ABF又死了台积电 今年死了AI 一个人会死4次也不容易 人中4元 4个都讲错 害死多少人 这都是市场成交上最大的股票 你看今年的AI也是一样 你看成交上最大的 全部死在上面 货贵三雄 当你讲好的人 跟你拍胸脯保证的人 现在连影片你都找不到了 人家影片早就删光了 你以为人家影片有留在那你给你看 影片都不见了 当时不是拍胸脯保证吗 这个不买一样买什么 你看人找得到资料 不知道用什么关系把它删光了 现在影片都不见了 股价已经跌8成了 当然怎么样 跌8成了 我手机哪 股价跌8成了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投资人只能唱安平追祥曲 我不曉得你有没有听过安平追祥曲 安平追祥曲 你到底是我们小时候就听了 安平对胸脚 在描述什么 描述这个异国的恋情 你看是爱到一个荷兰的船医吗 一个医生荷兰的船医 跟船的医生 人家给他泡一泡就走了 他肚子大了 怎么办呢 安平追祥曲 我们小时候就 爸爸妈妈都会唱片 我们就能不能听安平追祥曲 这是很有名的一首歌 安平对胸脚 安平是台南的一个区 安平追祥曲 安平追祥曲 这首歌非常的有名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现在很多人在唱安平追祥曲 为什么 因为股票都套牢了 你不晓得怎么办 形容这个心情 像在唱这个安平追祥曲一样 你也不晓得怎么办才好 安平追祥曲 安平追祥曲 这谁唱的最好听 蔡兴娟唱的最好听 蔡兴娟唱的最好听 蔡兴娟唱安平追祥曲 变驰 睡这奏 炼蒋 紧花件事青朗 要写一个你身在祥 socioe Galga 的 情人 我心轉火頭 依時驕驢南風 暖暖情暖暖 心情無底功 心事柔軟 我心情超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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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醉醋亂心夢夢 好 這是安平最詳曲 一個女生的初戀 就是愛上一個荷蘭的傳遺 這醫生是跟傳的 結果在這邊泡個牛 啊 回去就回去 都不來了 你也不曉得他在哪裡 也不曉得他怎麼寫信給他 然後每天在失戀這個情郎 沒有用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說 股票都賣光了 給你保證多好多好 哇 這個EP是多強 這股票不滿 你還買什麼 教授跟你拍胸部保證 最後呢 說怎麼樣 現在股價跌八成了 你在唱安平最詳曲 現在人家講那個影片你都找不到了 不是你在那邊痛苦嗎 所以股票市場是很可怕的 當時那些給你解盤的人會跟你負責嗎 多少人跟你講貨櫃三選有多好 2021年7月 每天成績量超過1000億 一支喔 三支4千億 全市場都是貨櫃三選在玩而已 你不講貨櫃三選你根本沒有生意做 全部資金都在那裡 全部都瘋狂 你講不好 每個人打人來罵你 給你賊到沒一個好 對不對 所以現在跌下去八成了 投資人在唱安平最詳曲 當時講多人 現在連影片都找不到 報紙不會對你負責 解盤人也不會對你負責 你在那邊自己痛苦 你把房地產抵押貸款 可能套八成了 跟今年AI一樣 你看 今年跌到10月31 跌到這裡 全部AI 全部套牢 五個半的地點 全部套牢 哇 套得亂七八糟 到今天為止 請問廣達解套了嗎 技嘉解套了嗎 光寶解套了嗎 投資朋友 偽創解套了嗎 沒有 很多人痛苦不堪 對不對 這波反彈上來 反彈又不是反彈 AI 對不對 反彈又不是這一股票 所以你想想看 請問你這些套牢的AI有解套嗎 偽創有解套嗎 投資朋友 有嗎 廣保有解套嗎 天啊 廣達有解套嗎 天啊 齊鴻有解套嗎 天啊 慘不能賭啊 不是嗎 這就是股市的現況 好不好 所以你要看懂 所以就跟你講 這一波套AI的人 到今年年底沒辦法解套 這不是我今天講 我早就跟你講了 我甚至跟你講 到明年年底你根本都不能解套 現在AI對手全部都出來了 超委也出來了 微軟也出來了 龍心 大陸龍心也出來了 竟然還有更多對手出來了 市場不是揮打獨善 那你原來那些AI怎麼解套 所以問題就很大 很大 這樣懂得意思嗎 好 那我們說相同的題材 股價不可能回到前波高點 這是一個基本的理論 股價漲上去主力做手大股東進場了 拉到高點 連他們都不看了 賣股票 股票最多就是主力做手大股東 股票跌下來了 所有閃路套到高點了 然後現在主力做手大股東 商量一下 怪你 怪你是主力 這個捲毛是大股東 他沒閃路套到裡面好可憐喔 我們用錢去幫他解套 可不可以 跌死你 他就會低檔來解 還發力控 把你手上股票逼出來 對不對 跌不夠深他不會進場 不要傻 所以主力做手大股東不會幫閃路解套 沒有這種事情 不要傻 那我們看這些股票 你就知道 今天大盤大漲 他也沒什麼漲 觀念沒變 危機都在 這次死了AI 下次又不曉得 2024不曉得很多人不要死在哪裡 好不好 大盤的格局目前兩多一空 第三線不是很長 動能有點不足 這個籌碼線剛剛跌破 而站在臨手 曲線還可以接著拉起來 整體而言架構並沒有非常的漂亮 主要是動能有點不足 也要問股票的 股民大號一定要留下來 等一下詹明都會快速回答你 好 宏康 十月營收創新高 請問宏康在哪裡 還有 創新高怎麼這樣 對呀 你可以想像這兩檔股票是一起的 創新高 股價找圈跌得跟豬頭一樣 對呀 創新高有用嗎 你本人在看營收嗎 你看這個有用嗎 如果你看這個你到現在套很慘 套很慘 你就算我內線也沒用 兩個月前就有人跟你講了 洪康未來十月營收創新高 你又買進去 你也會創新 那不如你看股神系統 高檔出錢賣去 趕快賣掉 這樣比較實在 對不對 這才有用 你看新聞沒有用 不要傻了 援金 握大單 熱看2024 我們看援金 有兩個新聞都寫援金 接到美國 日本人大單 援金呢 哎唷 天哪 怎麼叮成這樣 不是美國大單嗎 不是樂觀看待嗎 握了大訂單嗎 股價為什麼叮成這樣 那你高檔把它賣掉就好 你管他什麼利多利豐 你不用去管新聞 你看新聞做根本來不及 不是嗎 太多例子了 講不完啦 懂意思嗎 利德 來 對不對 利德 不是這個 利德在後面 我們把它移到後面去 利德在這個後面 來 看一下 環天 我們講環天 援金講我們講環天 環天搶低狗 低狗衛星的三集 你看這個新聞一發布 實驗分營收大增118 很好 直接跳空掌停板 為什麼直接跳空掌停板 你要去研究它的道理 你把這個道理研究出來更重要 對不對 為什麼突然跳空掌停板 不是突然 你看一下現象 哎唷 夭壽 壓力大不大 1 2 3 4 5 6 藍色的利手都壓力 7 8 9 10 10個壓力了 嚴不嚴重 嚴重了 這麼嚴重的壓力它要怎麼突破 突破的方法很簡單 跳空突破 帶量超紅棒突破 一定要三線環多 你看它對不對 它為什麼要拉這個紅棒又要加跳空 因為它突破這個壓力 壓力這麼沉重 你沒有這樣做沒辦法突破 那有沒有三線環多 有啊 懂意思嗎 壓力在哪裡 今天收盤20.75 壓力在這裡 最高21.45 所以它一定要突破21.45 才算突破 如果明天又在那邊震盪沒有用 碰到壓力氣又歸縮了 它就沒有用了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你就有能力來研判了嘛 好不好 好 立德 這個走出低潮要充除能跟充電裝 很好啊 電動車的題材 我們看看它到底現行對不對 可憐 高可憐 那疊了不成人形 所以如果你高檔把它賣掉 這裡是6月下旬 你把它賣掉 到現在12月了 你看這半年過多開心 多幸福 多快樂 對不對 你不會去買這種股票 我也不會去買這種股票 那你為什麼買我不知道 現在呢 好像老師有三線環多了 你在看一個大盤線 有要修理 它會這麼遙遠 表現是非常非常弱勢的股票 三線架構很漂亮 沒有 第三線還是有點短 動能有點不足 這種股票我都看而已 我不會去買這種股票 那如果有我早就出廠 我不會買這種股票 早就賣掉 甚至反手放空了 好 如虹業績 量力 來看如虹 對不對 高檔出現賣出現 就是告訴你 還在多頭可能要休息了 馬拉松跑要休息了 可能以後再會跑 但是目前要休息了 這樣懂意思嗎 那休息你就不用急 台塞四保 十一夜零說失色 當你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請問股價在哪裡 夭壽 股價不要 6月就轉空了 投資朋友 如果你在5個多月前就把它賣掉 哪裡 6月16號把它賣掉 6月16號是我們陸軍官校校校庭 明年是陸軍官校100年校庭 民國13年6月16號 孫文在廣州外面的一個小島叫黃埔島 成立的黃埔軍官學校 當時叫黃埔軍官學校 就是後來的陸軍軍官學校 民國13年 那我是第58期的 我是74年進官校去讀書的 明年就是100年 哇 100年 黃埔100啊 非常了不起 一個軍校建校100年 不容易啊 擔護了救國救民的使命 這統計資料我目前手上沒有 大部分我們的黃埔校都暫時殺場 東征北發教委康 站到九都死光了 有好幾期都死光 一個都沒有 都暫時在殺場 所以真的黃埔軍校是為國為民的一個軍校 是一個了不起的軍校 我覺得非常光榮 我是黃埔軍校學生 好 6月16號就轉空了 你為什麼不跑呢 你報到現在12月8號 你不套得很痛苦嗎 對啊 目前又跌破而轉弱 一多兩空轉落休息了 所以你避開這段不是很辛苦嗎 你管他什麼消息 對不對 你早就應該走了嘛 這個蘭里亞玩幾天 可是你轉空了 你早就應該走了 不要再跟他玩 好 記憶體廠 拚啊 損利兩平 至上現階段 不能只看去場需求 這至上發一個利多 有沒有利多啦 至上發一個消息啦 你看至上 那怎麼來看這至上這兩股票 至上 記憶體原廠將繼續漲價 哇 最近記憶體漲很兇 要漲20到30% Flash 要漲60到80% 唉呦 Flash 對不對 Flash 漲最多 那我們看看記憶體 到底有沒有機會 所以這就是你要學的 懂意思嗎 至上 天啊 今天漲平板 哎呀 我們怎麼有買 有人說老師 那課的股票你都會買 看得懂你才會買 看不懂你怎麼會買 不會買 看不懂你就不會買 普通會也買 股價比較低嘛 好 至上 公二至上 工上漲停板 漲停板是62.1 工上漲停板鎖住 沒有鎖啦 漲停板 很開心啦 好 我們看看至上 哎呦 壓力大不大 天啊 1 2 3 4 5 6 7 8 對 這麼沉重壓力 你看我當然不會進去 我怎麼可能會進去呢 那什麼時候進去 等它突破嘛 懂嗎 張老師什麼時候突破 我如果沒有算命 你問我 我會看 我不會算命 這個 根據我的推算在12天之後會突破 我不會 不好意思 那個我不會 那就憑空幻想 胡說八道 我會看 我不會算命好不好 有沒有突破 有啊 壓力這麼沉重 所以要怎麼突破 跳空突破 長紅棒突破 有沒有突破 有啊 61.1不是突破了嗎 你們三星飯都有啊 那就是買點了 就這麼簡單 看懂意思嗎 壓力這麼沉重 要突破一定要 跳空突破 帶量長紅棒突破 有啊 沒錯嘛 突破了嘛 突破就是買點嘛 這樣懂意思嗎 周線也沒問題 日線也沒問題 周線也沒問題 所以我就買了它 其實張愛媛這幾年都是這樣操作 有些人說老師因為突破完你都很高才買 哪有很高 這有很高嗎 有很高嗎 什麼叫很高 第一根耶 第一根叫很高嗎 當然也不可能每次都碰到第一根啦 沒那麼多第一根啦 不要傻 偶爾幸運就碰到第一根 有沒有 不錯嘛 沒錯 好 歷程 十月零收 寫13個歷程 很好啊 又是記憶體的股票歷程 對不對 唉唷 對喔 很漂亮喔 沒錯嘛 是不是三千萬多股票 沒錯 很漂亮 就像這種股票我們就會買 這樣同意是嗎 好 那我們來看看記憶體族群 有很多股票 到底要怎麼挑 走這邊喔 台北上每個分析世界都會啦 尤其馬後炮最會的 好 我十天前有沒有跟你講 我之前有沒有跟你講 之前什麼時候 三年 五年前 鬼扯 胡說八道亂講一通 馬後炮第一名了 很多人都會 我們不搞馬後炮了 我們教你 怎麼來選股 這是選賞沒有人會教你的 也沒有人會的 對啊 你現在看到記憶體族群在漲價 可能有觸底機會了 好 那記憶體股票不少啊 那怎麼挑 都是沒有 你不會挑 不多啦 12檔就好了 你不會挑 你要買哪一檔 亂槍射箭 每一檔都射喔 沒有用 不對了 好 這麼多股票要怎麼挑 來 我教你怎麼挑 第一個 新增分類 好 先找到新增分類 好 產業類股 有沒有看到 進來有一個產業類股 產業類股第一項就敵論了 點進去就會有很多股票在裡面了 懂意思嗎 這就是敵論了 所以我們這股票市場最難什麼 就選股跟買賣點的判斷 我剛剛以前給買賣點判斷給你 盤整 壓力區 跳空突破 戴上常報 第一根就是很漂亮的買點 我跟你講 那怎麼選股 選股怎麼選 買賣點選股是最困難的 全市場最困難的兩者技巧 哪裡 選股跟買賣點啊 你不會選股 你會做贏 你會說每天掌心板 我聽到你在鬼賊 你來這賊 選股怎麼選 你講啊 你教大家啊 沒有人可以教 我可以教你 注意看 示範給你看 怎麼跳呢 注意看 我們回到電腦 我們把它回到主畫面 主畫面就是按ESG 突然的主畫面 第三個 新增分類 有沒有 新增分類 產A類果 第五個 產A類果 進來 裡面第一個就是敵論 敵論進來 然後就一檔一檔挑 888進去 一檔一檔看 日線看一遍 像這個就不對 旺宏就不能挑 早就出現賣訊了 你就不能去買這種股票 懂得嗎 有沒有 一檔一檔挑 這樣看懂嗎 一檔一檔 像這個都不搶 為什麼二三線太短 這不對 滑棒店 懂得意思嗎 外資不是買了好幾萬張嗎 沒有用 漲不通 架構不對 一檔一檔看 一檔一檔看 你就會有答案 像圍鋼也是一樣 圍鋼有沒有很漂亮 沒有 第三線太短 慢慢也在修正 前面不太會長 為什麼跌破 但第一線沒有破 它只是小跌而已 它是多頭休息而已 好 就這樣看 這樣你就會找到最偏良的股票了 這樣懂意思嗎 就這樣而已 不困難 好不好 沒有 詹明尼股票怎麼挑到的 就這樣挑 不然怎麼挑 那你看任何節目 它有辦法這樣告訴你嗎 你怎麼要選到一個美女 好 看身材 怎麼看 到底要怎麼標準 到底是36還是50 50被人要怪了 講一個標準出來嘛 36 24 36 這是標準 這個38 這個不對 這個24 這個29 腰太胖了 這個不對 這個不是美女 講個邏輯嘛 我可以告訴你 我剛剛就示範給你看 不是嗎 所以選股是很困難的 買賣點判斷更困難好不好 所以族群你挑出來 你就要找到最強的股票 喔 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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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這是不是3000萬多了 第一天嗎 壓力很沉重 所以要怎麼突破 有啊 這講過啦 跳空突破 代量財文棒突破 一定要3000萬多喔 你可以跳空突破 3000萬多 代量財文棒突破 3000萬多 沒有3000萬多是無效的喔 這樣懂意思嗎 有沒有 有啊 那不就有了嗎 不就Bingo了嗎 股票是這樣挑的 懂意思嗎 好不好 不困難 但是要有方法跟技巧 歷程也是啊 3000萬多了嘛 好不好 好 邏輯股票 股民到達到訂閱 趕快 我們即將結束 老實解盤 裝神弄鬼特別多 台股的現象就是這樣 股市節目都是這樣 每人都被裝神弄鬼 哇 我有多少漲停板 我賺幾趴幾倍 我聽你的膀皮來這頭 為什麼這麼多人在裝神弄鬼 老實人真的很少了啦 為什麼 因為老老實實做不到生意嘛 做到生意活不下去啊 最後市場把這個氛圍造成這樣 你就是每天要漲停板 你每天要漲幾趴 你每天要漲幾倍 你們都喜歡看這種節目 最後那些老老實解盤 老老實實操作人都被淘汰了 這市場就變成沒辦法 每個都在裝神弄鬼 因為這樣有效嘛 他有效地繼續弄啊 這是觀眾朋友你們造成的 懂意思嗎 為什麼你女人喜歡化妝 男人喜歡說謊 因為女人喜歡化妝原因是因為男人喜歡看好看的嘛 你如果弄得跟黃臉婆一樣 他不喜歡啊 去找小三啊 所以女人喜歡化妝是因為男人喜歡看好看的結果 為什麼男人喜歡說謊 因為女人喜歡聽好聽的啊 他不喜歡聽真話 你剛才說老婆 你最近怎麼做我們比較多 哈 你說我什麼 我做我們比較多 你現在有小三人是不是 我生氣了 老婆 你最近越來越漂亮 真的嗎 太棒了 老公 我好愛你 他喜歡聽假話 沒辦法 他老公就講假話給他聽 那說真話他會生氣嘛 就要投其所好 所以德國廟 分譯師會每天在那邊裝神弄鬼 那是觀眾造成的啊 你們都喜歡看那種節目 你們都喜歡跟他點讚啊 你們都支持啊 最後這種老師就成為市場主流 沒辦法 就是你們造成的啊 對不對 所以你會看到市場 一大堆人 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這些人的行為不會被淘汰 因為你們一直在養成他嘛 一直在支持他們嘛 因為這些人現象是這樣 股票叫一堆啦 持股不追蹤啦 帶勁不帶出啦 對的講錯的不講啦 繼續在生存啊 那叫詐騙集團 你們不看他會生存下去嗎 你們就繼續給他加油啊 市場就越來越壞了 老師人越來越少 股票弄一堆啦 會員等級一大堆啦 每個等級 6個等級 6種 66 36 36 36個等級會員 你參加得完嗎 你怎麼1000萬也沒有用啊 老師股票你都沒有 有一個是專門做來發假口信用 那不能參加別人 那已經滿了 那不能參加 專門發假口信用 所以你參加了永遠都沒有 老師展示板跟你沒有關係 那懂意思嗎 所以這個非常糟糕的事 要不然做假口信沒有等級 這都詐騙了 我覺得這都是詐騙了 所有的詐騙都應該離開頭顧界 難道大家容許詐騙嗎 不容許就讓他離開頭顧界 你不要支持他嘛 你要給他點讚加油看他 當然他會繼續存在 那是你們造成的 不是 分析師要走下神壇 不要沒人裝神弄鬼啦 要為神木著想懂意思嗎 真實的成見 真實的操作 當然是有對有錯 不可能每筆都對 你又不是神 對不對 要誠信迎天下 但是沒有人做得到 有啦 有一個啦 做得到你怎麼樣 就講誠信宣言 任了一天 任了一筆 只要造假 全都退回 可是全台灣沒有一個分析師敢講 那為什麼你自己想 怎麼敢講任了一天 過去黑記錄怎麼抹消 有啊 影片趕快一直刪 只顧五檔以內待進待出 為什麼傳政港不追蹤 股票太多怎麼追蹤 傳政港十頁也寫不完 會議員永遠只有總特補三個等級 詐騙總特補三個等級 徵戰股還24年 我當總經理超過20年了 三個等級就夠了 還要搞36個等級嗎 那不是為了詐騙是什麼 那都是錯誤的 懂意思嗎 所以不需要這樣好不好 影片不能刪 留言不能關 影片一定要有日期 我覺得這樣才是對的好不好 所以詐騙影片絕對不會刪 影片都在 你看今年8到10月影片很多人刪光 因為講AI嘛 就股價跌下來後看到影片刪光 詐騙影片絕對不會刪 你就花一點時間去看看8到10月 這位老師在講什麼你就知道了嘛 你講錯你就不要跟嘛 還不簡單不要再看了嘛 還不簡單 詐騙你做什麼 有啊 都在這裡 今天是這個啊 這是到214號 講普通惠影就好 空的21比對20比 多的6比全勝 今天又多做了 多做了 多做了兩比 普通惠影是8比全勝 特別惠影中惠影各一比 多加一比 本來是644 現在是855 今天有普通惠影兩比出場 數據又增加了 又增加了 好 都在這裡 有任何一筆造假 沒有關係 你假的費用我全部還給你 老師你那個多彈裡面根本沒有 沒有沒有我錢全部還給你 我影片又不會塞 你不用擔心 我沒有假跡下你放心 好不好 一切所有跡下一定是真的 我們絕不會拿假跡下出來 好 普通惠影 多少比了 現在6比 6比怎麼變8比 怎麼會變8比 多彈6比怎麼會變8比 這表有問題喔 蛤 2比 2比 那2比應該是8比 6比 對 這為什麼6比 這應該8比 這錯了 上面是8比 不是6比 奇怪 上面6比現在怎麼被爆 這8比才對 這資料重打 8比到現在 當然如果有任何一筆造假 你假的錢全額奉還 要做增肌效永遠很困難 他說假的很簡單 這股票要漲10倍 這股票要漲100倍 我聽你的放肥 我看不起那些老師說 你不要跟他們造假裝神弄鬼 在我面前就是輸了 每天在造假那不是輸了什麼 同業的敗類 我們今天出了兩筆單這個 迅捷 十全 老師 十全才賺8嗎 沒辦法 真實績效就這樣 不然你要怎麼做 我要做假的給你看 我們不會拿假的給你看 也不可能每一筆操作都賺大錢 不可能 老衣物說不是每天出海都能補到大魚 不可能 重要是你人要平安回來 你現在才在出海 葬身海底你現在怎麼出海 不是嗎 真實績效就這樣好不好 認識自己很重要 古希臘人說這是神域 認識自己神域 最高智慧的象徵 你有沒有認識自己 你到底在股市裡面有多少本事 你看你現在存著的事 你看刷具看你能看嗎 你現在股票套亂七八糟不是嗎 多少AI股票你根本完全沒辦法解套 所以要認識自己 自己不會錯 不要為難自己 這樣懂意思嗎 認識自己很困難 每個人都離自己 這是德國哲叫尼采講的 每個人都是離自己最遠的人 要認識自己很困難 德國哲叫尼采講的 每個人都是離自己最遠的人 所以你不要遠地認識自己 沒有 要常常去反省自己 這樣懂意思嗎 好 好啦 時間不多 不多講了 如果有機會學到這兩股票 你看多幸福 多快樂 沒有阻留 就是等待機會 不要急 等待的時候 對的時候 我留 如果轉空 錯了 錯了 我還是要出啦 懂意思嗎 所以我不可能全對嘛 那沒有阻留之前就等待 在沒有智商之前 沒關係啊 等一下不會怎樣 那有了我就買嘛 就這樣好不好 好 多空窗戶操作 絕對沒有假力效 目前操作 68 筆 有多有空 0 65 筆 各個會員都是錯一筆 目前是這樣 當然如果沒有 老師一定要胡說八道 沒關係 繳錢我全部還給你 不用囉嗦啦 我不會囉嗦啦 忘心啦 好不好 那如果有機會碰到像這樣的股票 哇 五天四根連辦 那我們就很開心 很快樂 不是嗎 股市人生就這樣了 不可能每天都大賺 絕對不可能 好 接股票 好 樂視綠能 鄧先生 鄧先生 阿慶啊來喔 要加你的股票了 1529 樂視綠能 888 就進股神系統 對不對 之前絕對不對 你不能追 有沒有 追完就受傷 那目前呢 目前對了 壓力在哪裡 因為這裡 40.8 有沒有 39.9 這就是壓力 這裡有四個壓力 30.9到41.8 這裡壓力很沈重 所以你要跳空突破 當然要常用棒突破 沒有突破這裡上不去 當然目前多頭有機會慢慢漲 那來到這裡壓力去你要特別小心 好 接下來是滑通 王先生 阿凱 2313 滑通 2313 滑通 對 他還在多頭格局裡面 但是中線縮短沒有關係 第三線稍微有變短 這叫比較不好 但是還好架構上也沒有太大的一個瑕疵 有點瑕疵 但是沒有很嚴重 所以第三線有稍微短一點 如果第三線跟第一線一樣長 那就很漂亮 這拉回絕對是買點 懂嗎 往下修正的時候 注意第三線有沒有跌破轉落的危機 那不行是還好 繼續追蹤 好 接下來是陳小姐2329 滑泰 我看一下 滑泰對不對 滑泰我上次有講過了 你看線形上他已經突破了 沒有錯 漲停板跳空 對 問題是沒有太短 低線短代表上漲壓力沉重 我今天就跟你講 你看幾天沒漲了 4天沒漲了嗎 5天沒漲了 為什麼 架構不對 這樣懂嗎 你看這邊漲停板很強對不對 來這邊怎麼突然刷散 架構不對 看懂嗎 當然下面也有三個蠻訊號的步槍 這個瑕疵 所以還好 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日後要再追蹤 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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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線跌破 下來跌破 第二線也跌破 那就要出樓 現在就不對了 所以要小心 這種股票原則上我不會追 架構不全 好不好 時間的關係我們先講到這裡 股市裡面最安全路永遠就是跟贏家同行 沒有第二條路 這樣懂意思嗎 好 繼續跟我們點讚 支持肯定加油 離開直播間先跟我們點一個讚 小老鼠A 2500 6999 這是我帶來的禮板 你可以送信加入 有問題就發上來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謝謝 本公司律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知財物理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平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大雨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避開投資限級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為您打造夢想的財富 022-5500-6999 022-5500-6999 谢谢大家